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画放在这儿怎么可以 可以 好 我的身体往前 轻轻 好 这个好看 我叫张硕 今年是23岁 我本科是学英语的 我做一些外企的一些翻译的工作 那个时候工作就比较循规蹈矩 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那种节奏 当时业余的时间就会看一些摄影作品 后来就慢慢的自己拿起相机去拍一些女孩 我特别享受打扮女孩的那个过程 对 然后就慢慢做乐拍 做了乐拍之后呢 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更全身心的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就把工作辞掉了 然后当时在广州 后来就回东北这边 离家比较近 然后蜂蜜比较放心 就是一开始是各种各样的女孩子都会来找我拍 就是我不仅拍胖女孩 拍一些情侣呀 拍一些瘦瘦的女孩子 或者就是母女啊 这些人群 但是后来就是 会有很多胖女孩来找我拍照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衣服的码数不够啊 包括我一些拍照的风格就是 不是那么好看 然后自然而然的我就会去 买一些大马的衣服 创作许多的 适合胖女孩来拍那种风格 这样来这里拍照的女孩们 就是有更多选择了嘛 现在的服装 最胖可以穿到200多斤吧 服装的风格是特别多的 我拍摄的顾客群体呢 年龄跨度是比较广的 有大学生 也有孕妇妈妈 也有上班的小姐姐 拍过最终的女孩是 超过200斤的 也会有瘦瘦的女孩子来找我拍 就是在我眼中 她们并不属于所谓的 大马女孩的那一类群体 但是她也会来找我拍照 就是觉得现在的女孩 过于焦虑 过于对于自己身材不满了 如果是要拍摄逾越的话 这边大概是要提前半个月 一套课片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化妆是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 拍摄选片 选完片之后呢 出片的速度大概在半个月左右 所有的拍摄和后期的任务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但是我又要保证质量去给她完成了 其实如何把胖女孩拍的又自然又好看 是我一直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首先前期在妆容上 我不会去给她妆化特别浓啊 特别是眼妆的部分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呢 会尽量避免一些强光 直照在人物的脸部和身体的部位 你这样的话整个画面 包括人物的感觉看起来会更柔和一点 风雨的美更好的展现出来 我其实是不会去很重的磨皮 然后就是很夸张的去扭曲她这个本身身体的形态啊 比如说去让她脸变得很瘦 手臂变得很瘦 然后腰很细这样子 我们不需要一种很消瘦的美 身体最本真最纯粹的状态 最舒适的状态 才是美好的 首先我是觉得很有意义 其次我觉得这个人群需要我 我其实是有这样一种使命感的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摄影师 因为我有很清晰的认知 我是为这个群体服务的 而不是说我是为了拍照片 所以后期的话会想围绕这个群体去展开更多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会开展一些拒绝身材焦虑的分享会啊 或者是会去设计一些大马的服装啊 然后认识更多胖胖的女孩子 帮她们找到最自信最好看的自己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